屋里太黑了 小光 别自己吓自己了 这样吧 嗯 去我家吧 你 你 我 你 牛 还有 那就 不是 可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牛奶 你想吃哪个呀 我想先吃点别的 你怎么这么坏啊你 喂 现在去酒店 喂 姐 给丁娜娜接风 好 我知道了 好 丁娜娜是谁啊 丁娜娜 她是我小时候玩伴 就像我妹妹一样 妹妹 哥哥 姐姐 弟弟妹妹 你们家这么多人口 没有急话声誉的 怪不得酒店临时通知我们回去 加班准备接风宴呢 那既然是自家人的话 我得赶紧准备了 不能在你们家人面前 留下不好的印象 太阳子 太阳 明晨啊 你和陆芬芬谈恋爱 有段时间了吧 就没有想过住在一起 孩子啊 陆芬芬和乔依住在一起 你平时去找她 就没有不方便的时候吗 我怎么听着 应该是你想要追 就乔依觉得不方便吧 李嘉雯 人才啊 我表達得這麼含蓄 你都能聽出來 這很難嗎 你逛前也沒想掩飾啊 你在這兒住得還習慣嗎 這兒啊 我住了這麼久都讓你習慣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要搬出去住啊 搬出去 你有便宜的地方介紹 算了算了不跟你說了 我也趕緊去準備了 我趕緊接丁娜娜去了 明晨 說真的要不 還是讓醫生給你看點藥吧 這個事我真的是愛魔能助啊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說出去的 什麼藥 你一天到晚的可別想點正經的事 我 我這是對你好啊 我這是對你好啊 聽奶奶 喂 奶奶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 請您稍微 明晨哥 你沒來接我 我姐不是去接您嗎 既然姐喜歡熱鬧 不知道還以為她要迎接什麼歸國明星呢 你知道的 我從小不喜歡人多的地方 會暈 她啊 她是太高興了 那你高興嗎 我當然高興啊 你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肯定累了吧 我們改天再聚 明晨哥 你知道的 不來接我 是要有懲罰的 好好好好好 我先工作了 先掛了 好 小菲啊 喂 芬芬 喂 我跟你說啊 我這班兒算是白家了 丁娜娜不來了 她可能太累了 她也不喜歡人多的地方 那你很了解她嗎 那當然啊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當然了解了 喂 不是不是 我開玩笑的 你才是我女朋友 大小的 你 你可不喜歡人多嗎 你還沒有別人 你還要應該打算 找你嗎 你幫我說 你還要去工作嗎 不客氣嗎 你沒有嗎 伯仁 你也要去找你 你看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零紫 姐 来 趁热喝 娜娜这次回国不准备走了 都说法国的机会比较少 还是想留在国内发展 酒店 她想做红酒 我是说你不要怠慢她 姐 我怎么会怠慢丁娜娜呢 我知道你不会怠慢她 我就是提醒你 不仅不要怠慢她 你还得哄着她 宠着她 对她上点心 丁娜娜 可是丁氏集团 跟我们缓和关系的关键一步 这一步你必须要走好啊 怎么走 你忘了 爸爸还在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丫头 她可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过 想把她取进门做我们的儿媳妇 她可能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看到你们两个人成家吧 姐 你知道的 我一直把丁娜娜当作自己的妹妹 我知道 我知道你喜欢芬芬 为了你的身体我也不勉强你 可这并不代表你要冷落丁娜娜呀 知道了 我心里有数的 嗯 喂 你在哪里 怎么了 修炼去 什么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屋里太黑了 小光 别自己吓自己了 这样吧 嗯 去我家吧 我家 你等我一下 喂 怎么样 路纷纷决定搬出去了吗 什么意思啊 这店呢 是我断的 门锁密码也是我换的 我可尽力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 你是孟成军 我就是金鸣狗盗的乐业 这次可得记我一宫啊 记你个头 要不然这样吧 你去我家住吧 你觉得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是我女朋友 我们住在一起 天津第一 对 你家好大呀 还好吧 但是我更喜欢住在你隔壁 更有烟火气 你是我第一个带回家的女孩 以后又是最后一个 那你要记得你说的话 好 快去洗澡吧 我带你去 行 那你抱我去 你说你要组织家庭聚会 随便你 那你是答应了 答应是吗 你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啊 我不去 你要是不去的话 明春哥不会答应的 你是把我当空虚人啊 你就当帮我接风嘛 你骗人哥 你帮帮忙嘛 我不想见到他们 我不想见到他们 别那么小气嘛 大不了我大爱你 我保护你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的 可你哪次见到许明晨 不是神魂颠倒的 你给个痛快话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你不去的话 我 我不陪你喝酒 好 那我打电话了 喂 娜娜 你说天然也去 好 那我也再加一个人 我的女朋友 陆芬芬 尴尬了吧 你说你费力不讨好 组织什么家庭聚会呢 我们两个一起吃狗粮 你闭嘴 陆芬芬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把民生歌迷得昏头转向的 还有齐安姐 都不疼我了 早就说了让你认清现实 现在许晴然的心肝宝贝 可是芬芬 她看着她什么呀 芬芬很可爱啊 芬芬热爱红酒 有着绝对的味觉 嘉乙时日一定是非常出色的 红酒大师 你不要瞧不起人家 怎么觉得你怪怪的呢 你不会是喜欢她吧